本研究题目是服务导向、有线电视、网路管理系统模型之研究 本研究的指导教授是赵山中博士和张德明博士 早期有线电视提供了类比频道和广告业务 透过有线电视的一个服务网路来提供用户服务 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相关的一些价值业务 后续因为网路接取技术的一个演进 还有就是电信化、宽屏化的一个业务导入 再来就是媒体建立管制上对于服务内容与品质规范上的一个要求 最后则是数位电视技术的一个演进 那这种种的一些价值业务 对于整个网路服务管理机制的一个影响还有负担是蛮大的 所以说本研究的问题就是 现阶段有线电视网路的管理系统架构为何 目前有线电视网路管理系统 是否符合企业的服务需求 最后则是如何强化有线电视网路管理系统的运作绩效 那本研究目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以服务导向架构 减析目前有线电视网路的管理系统 以服务导向设计建构 符合有线电视网路管理系统模型 最后则是简化有线电视网路管理系统操作程序 以提升运作效益 在文献回顾上 首先是网路管理 网路管理是由国际电视联盟在1996年所提出 主要是包含了故障管理 配置管理 资源管理 效能管理 还有安全管理 整五大区块 那再结合软硬体的一个建置 还有前台操作界面的一个应用 就是形成所谓一个网路管理系统 那在服务导向架构方面 本研究利用了SBC 也就是结构行为合一的一个核心工具 那针对系统的需求 还有服务的一个层面 还有就是操作行为层面 最后的技术层面等等 把它细化到每一个服务元素 那包含了每一个元素上的一个操作行为 都能够很明确的一个展示出来 那本研究的一个研究方法 就是设计基础研究 就是所谓Design Based Research 那最主要呢 就是检视现阶段的一些 一些行为问题 操作问题 然后呢 利用现有的操作原则 或者是创新的一个应用技术呢 来做改变设计之后呢 重复的加以验证运作之后呢 回馈细化相关的一些一些操作原则 或者是是行为行为的一个程序 最后呢能够导出最佳的一个解决方案 或者一个管理的机制 那本研究的对象呢 主要有全省 包含基隆市台北高雄 甚至台北县市 还有台南市等13家有线电视业者的一个 一个网络管理系统的一个操作单位 那因为呢 这整个研究对象的选举上呢 考量到这些都是目前国内的一个 不管是在经营层面 或者是系统的一个铺设层面 都是高度建设与密集的开发地区 所以说会纳入本研究的一个对象选择 那本研究的一个工具呢 主要就是利用服务导向架构为方向 那再来就是用所谓DBR的一个研究方法论 结合结构行为合一的一个架构描述 设计建构符合现阶段有线电视 宽屏网络管理系统模型 那在资料围极程序方面呢 那当然就是以SOA分析网络管理系统的一个 运作流程还有操作行为 那利用呢 SBC工具来设计建构网络管理系统 结构的一个操作模型 那实际应用于网络管理系统 并回馈操作程序上的一个差异 那透过呢 西化回馈行为差异上的一个 一个变更呢 来的差异来变更设计原则 那可以持续修正网络管理系统 最后能够符合那个管理的一个需求 那另外呢 本研究还服以结构性的一个系统观察法 进行实地的一个网络管理系统 操作模型程序 还有流程的一个成果验证 以加强本研究的一个成果的一个 一个信度还有效度 以下呢 是本研究的相关的一个参考文献 谢谢